Hello 大家好,我是Caslow,溫哥華的地產經紀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如果你喜歡我的頻道的話 記得Share、Like和Subscribe 我會定期和大家分享溫哥華不同的地產資訊 其實最近我都接到很多的電話 就是關於外國人在溫哥華買樓 需要注意什麼事學和有什麼步驟 今天在這個視頻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一步一步地告訴大家 外國人在溫哥華買樓是有哪幾個步驟 我是分開九個步驟來跟大家說 首先第一步當然要貸款 未看樓之前 第一步要清楚知道自己可以貸多少款 然後有什麼費用可以貸款 有什麼是不可以貸款的 樓宇的本身是可以貸款的 但是因為外國人是牽涉到 有百分之二十的海外買家稅 百分之二十的稅項是不可以貸款的 還有這個是Property Transfer Tax 就是這個印花稅 和律師費 這些是額外的費用 也是銀行是不會貸款的 所以如果是外國人買房子的話 記得預留這些額外的費用 去到成交的時候 因為你知道這個20%和 Property Transfer Tax 和這個律師費 是不可以這個銀行貸出來的 第二步 你做好貸款之後 你一定要找一個經紀 這個經紀就是有經驗 做過這個海外買家的 然後他會知道你的情況是怎樣 知道你的需求是怎樣 以及對這個市場 也是非常緊貼的經紀 你要跟他說你的需求是怎樣 第三步就是 經紀就會根據你的需求 去幫你篩選一些盤 因為如果你是不知道的市場 也都不知道你是需要買些什麼的話 可能需要你的經紀去推薦 一些適合你的盤 如果經紀幫你篩完之後 篩選了一些盤之後 你就不需要花那麼大量的時間 因為有時候你會 可能你自己會很亂 你不知道究竟是買哪一區好 買哪一類型的投資好 但是有經驗的經紀 就會根據你的需求 而推薦 就是適合你的盤 好了 現在推薦了這些盤 你看了之後 當有合適你的盤出現的時候 你就想去看這個現場 然後你想進去看看 這間屋是怎樣的 就是要用盤看樓 外國買家 可能他未必會在溫哥華的 所以要視頻看屋 經紀通常都會幫你 約好時間 然後他就會做一個視頻的看樓 視頻看樓 你可以看到周圍的環境 然後房屋的結構 然後裏面的保養程度 是怎樣的 這些除了看視頻之外 你亦都可以通過你的經紀 去瞭解房屋所有的狀況 當你看完房屋 你非常之滿意的時候 你下一步應該怎樣做呢 就是下Offer Offer 就是分開有條件和沒有條件的 這個你就要跟你的經紀商量 究竟這間屋是以什麼形式下Offer 這個first come first serve 即是何時接Offer都可以 還是他有一個統一收Offer的時間 Offer就是分開兩種 一種是有條件的 一種是沒有條件的 有什麼條件呢 就是第一驗屋 第二就是去借錢 第三就是你要看他的屋契 文件 這是最常見的有條件的Offer 沒有條件並不是說 你這些全部都不用做 而是你是提前做 在你寫這個Offer之前 你就已經去問定銀行 然後看完文件 然後可能你提前做了驗屋 在你寫這個Offer的時候 你就不需要再寫這個條件下去了 那你寫了這個Offer之後 如果是有條件的 你就需要解除條件了 通常有條件的Offer 大約就是一個星期的時間 你就去做完這個驗屋 和借貸 和看文件 就是看屋契 如果你是買Apartment的話 就是看這個Strator的文件 這些都做完之後 下一步就是解除條件了 解除了條件之後 我們需要做些什麼呢 解除了條件之後 我們就給訂金了 這個訂金 就是要怎樣給很多海外的買家 他都有這個疑問的 因為我不在本地 我怎樣可以給你一張Bandraft 其實就是我們有一個更加容易的方法 就是可以Wild Transfer 只要給你一個賬號 你在你所在的地方 然後你可以Wild Transfer的錢 過來這個信託戶口 錢匯了過來的信託戶口 這個Deposit的程序就OK了 這個訂金就是Wild Transfer 過來買家的經紀行 放在他的信託戶口 到成交的時候 這個買家經紀行 就是會把這一筆訂金 交給買家的律師去成交 那你現在也解除了條件 也都是給Deposit 那下一步是什麼呢 就是第八步了 就是要找律師去完成這個成交 也都有這個海外的買家問 那我是未在當地 就是需要找一個律師 如果我是人不在加拿大的話 那我需要怎樣做 在加拿大都有很多有經驗的律師 那他是專門是做這個海外的成交的 那他就會告訴你 就是你這個情況是需要怎樣去做 用這個Zoom的Video來簽 還是你需要在當地找一個律師去見證你這個簽名 那到時候就是有經驗的律師就會一步一步地告訴你 那你人是不需要飛過來加拿大的 那現在律師就做了所有的事情 下一步就是這個交屋 那你也可以找回你的經紀 那就代表你去交收這間屋 那你的經紀就是會根據合同上面所有的條款 去檢查對方的賣家有沒有履行在這個合同上面所有的責任 譬如最常見的就是他有沒有清掉所有的垃圾 所有的水管、電線、電燈、燈和電器在交屋的時候是未工作的 那這些你也是可以找回你自己的買家經紀去檢查 那通常這個責任就是交收那一天 那一天之前就是這個賣家的責任 那就是確保所有的東西都是工作的 那過了這個11點59分之後第二天了 那所有的責任就是回到這個買家裡了 因為買家補就是補到這個Possession Day 以上就是外國人在溫哥華要置業的九個步驟 如果你有任何問題的話 你也可以留言下方或者是WhatsApp、VChat和私訊我 如果你喜歡我的頻道的話記得Share、Like和Subscribe 我會和大家分享更多溫哥華不同的地產資訊 下期再見 Bye Bye 我是CatsLab溫哥華的地產經紀 從事房地產買賣和建屋 我的專長是根據不同客人的需要 為他們量身訂造最適合他們的地產投資組合 如果你和我一樣都喜歡溫哥華的話 而你又有需要可以打給我的